然後我也是講錯 然後我也是什麼叮叮噹我都講出來了 這樣子 然後就看龍哥的眼睛就這樣 超了一下 但是他還是繼續的 完全沒有被我影響 然後我每次都覺得自己 好想嚇死你 今天有回覆 你今天有回覆他 沒 我只是知道 仰慕他啊 他那個時候 那麼紅的一個歌星 真的是 他在紅的時候 我們還不曉得在哪裡 太厲害了 所以他賺到現在 他拍戲是好玩的 他錢太多了 他賺 他真的很辛苦 他跟我對戲很辛苦 但是我們有時候 有時候是菜膠啊 做不到 那對他來講 可能就會說 我說我不只是 我是老公婆 我是老笨蛋 你一直聽到有什麼感覺 不會 不會 因為我覺得 他很會就說 這個戲 這裡應該要怎麼樣 我們比較好表現 這樣我們看起來會比較 比較過癮 那是男朋友嘉莉嗎 所以說 龍哥跟那個 龍哥跟秀貝 這個 王貝表 龍哥很照顧 因為龍哥這次已經是 第三 第三次 我們兩個第三次 可是我會覺得 我們兩個 合作的前兩次沒有那麼輕 然後 反而這一次 然後合作以後 我就感覺到很輕一點 而且我都會一直挑戰龍哥的那個 筆線 那個 那個這樣子 他的演技嗎 拉我背的時候 我在講台詞給龍哥 然後我講的時候 不是有時候講一講會 因為我台語不是很內斷 然後我也是講錯 然後我也是 不是什麼叮叮噹 我都講出來了 這樣子 然後就看龍哥眼睛 就這樣抽了一下 但是他還是繼續的 完全沒有被我影響 然後我每次都會覺得 自己 噢 我想嚇壞 因為他的角色 是從美國回來的小孩 台語講不好 每天都不是應該的 不過冠毅 真的是 他講的台語很好 他表現得很好 講台語的話 他講的算是年輕 你別說 那很棒的 對啊 從小就家裡都是 就是 都是講台語長大的 所以我在念幼稚園的時候 其實我完全不會講中文 大家知道他是講 南台語的大壞膽長大 騙子也好 騙子也好 九南台 好久以前 有時候是等於 像年輕人台語 不如你轉 你會生氣嗎 不會 你覺得 不會 這是 這是有時候家庭 在家庭裡面需要講 那因為現在有時候 都講國語 大家都這樣 有時候講的習慣了 他就會順口 那順口 小孩子也會跟著順口這樣 你看 像我的孫子 我的孫子 他只會講一句 阿嬤吃飯 阿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